10點07分 歡迎大家在時針點的新聞夠後 這次回到生活同樂會 禮拜二的第二小時 清清我的寶貝單元 是我們節目最受歡迎的 週牌單元之一 那很多爸爸媽媽都說 每個禮拜二就是我們心靈 就是應該是講 我覺得是一種進化心靈 在自己做內在提升的一個機會 那有的時候我們是給這個 這些年紀比較小的 比如說學齡前的 學齡前孩子的爸爸媽媽 因為其實學齡前 真的是很可怕的一個狀態 你應該已經不太記得了 因為我在幼教系啦 然後因為我會進現場 多少還是有看到 對啦也是 三歲狗都嫌 真的三歲狗都嫌 好可怕 真的好可怕 然後你就只能夠 你就只能夠看著 就是你在一兩年前 他一歲多兩歲多拍的那些影片 然後來緬懷他可愛的過去 雖然也不過就是 才一年多久的事情 好但是其實那個時間很快就過了 真正的會開始讓你比較有多煩惱 甚至會有父母親覺得傷心 那真的是進入青春期 對 我不要講傷心喔 你說那個 你說幾歲四五歲那種 狗都嫌的年齡喔 你再怎麼樣你就是氣 你很難很難會讓你傷心 因為他不會說什麼話 感覺讓你覺得 他是故意在刺傷你 或者是他根本不在乎你不會 可是到了青春期 你會覺得好像是這樣 那我覺得在這個當中 我們有很多的 我們在茫茫大海中 總是需要幾盞明燈你知道嗎 上次喔 這位來賓來了之後 我真的覺得 我也在我的茫茫大海當中 找到了一盞明燈 哈哈哈哈 讓我們歡迎 國民媽媽郭葉珍老師 嗨 老師好 你好 老師上次帶來你的書嘛 對不對 那那本書 來老師介紹一下書名 老師你今天有帶書來嗎 我們在 其實直接在後面啦 你看我們現在都直接在後面 有Key版 太棒了 直接Key 我們相伴不相伴 那這本書其實我回去之後呢 我就立馬看了 而且最有趣的是 剛好那一陣子我兒子住院 那我跟我先生輪流去照顧他 我就把書擺在那邊 結果我先生竟然也把它看完了 對我先生最近這個 這一年當中喔 大概看了 只有看過兩三本書 都是我的節目的來賓 然後是我有在看他就在看喔 那我覺得對於很多父母親來說 怎麼樣能夠 因為老師自己是一個 博士媽媽 欸 對 但是他兩個孩子 一個是 大學就直接 大學就載學了 不是修學而已喔 就不讀了 就不讀了 如果上次沒有跟到的話喔 那個我們再稍微前情提要一下 對 老師自己是博士喔 那兩個孩子 兒子兒子呢是唸到大學就直接載學喔 就是不是修學 修學還有機會再回去 對 他是覺得 我就也不要有後路了 我就這個 斬斷我自己的後路 我就載學 所以他大學沒有畢業 對 好 但是現在 闖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 喔現在真的蠻不錯啊 現在狀況 闖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因為你書裡面其實都有寫到 對對對 然後另外他女兒呢 也很 很有意思喔 對啊 台大的學霸 對 可是到後面他去旅館裡面刷廁所 對啊 因為他覺得他人生 而且還是 一定要經歷 他很渴望 而且還是在很辛苦的地方 學霸國家公園裡面的這個旅館 裡面去刷廁所喔 刷到雙手都 蜂窩新竹之眼 那 所以我們就想說 如果今天喔 這兩個孩子是我們的孩子的話 我們可能都會覺得 天啊 就是老天為什麼要給我這麼多考驗 你們就不能夠順順的 順順利利的去 就是眼前的路 把他走完就好嘛 為什麼一定要去找一些這麼多 讓自己這麼痛苦 讓我也這麼痛苦的路喔 可是我覺得顧彥媽媽 他就是可以有辦法 化解這些心裡面 我覺得其實 其實要跟著他學的是很多 這個父母親自己心裡面 要有建設 我覺得如果用一句話來講 你覺得要陪伴孩子 度過這些東西 你會怎麼樣告訴爸爸媽媽 因為我覺得其實最痛苦 是我們自己的內心對不對 真的真的 你內心要怎麼過得了呢 第一個就是要接受你真的很痛苦 我那時候真的是 我好想衝上去把我女兒掐死 真的 我兒子要休學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是 都不讀書啊 然後就逃學啊 從高中開始逃到大學這樣 我也是很生氣啊 所以第一個 真的你要承認你是人啊 真的會生氣 沒關係 上次其實我們沒有聊到你女兒很多 因為我們聊你兒子 就已經聊到最後剩下不到十分鐘 真的 所以我們就說女兒的部分 我們要另外再找時間聊 但是今天其實我們想要講的主題 跟老師最近在他的FB上面的PO的一個故事喔 有點關係 因為自從上次老師來之後呢 我就成為他的粉喔 所以我都有去追蹤他 老師發文其實發的蠻頻繁的 對 大家每天都會發 對 每天都會發 那我之前就看到有一個就是說 你每次去他都會跟你聊到就是他的感情 就是都會有感情問題的一個學生對不對 還是說師 其實在我的大學裡面 大家就是當然很多人會來聊感情 但是上一次你看到的那個是到一個中學 對 有國中有高中 那要怎麼樣談戀愛 因為就怎麼吸引人啦 到怎麼樣吵架啦 你都有教 碰到的性欲怎麼辦啊 這個都要教啊 是國中嗎 啊國中到高中 你有教性欲喔 欸啊 我們青春期的時候就開始有性欲啦 而且 而且男生還女生 男生女生都有 男生女生在一起聽嗎 對 都一起聽 好尷尬喔 好像還好欸 真的嗎 對對對 哈哈哈哈 因為你現在看會尷尬心 那我問你男生 如果今天有個男生舉手說 老師我那個就是心語很高 我要怎麼處理 對啊 就像像他們 你要怎麼回答 他們就說 他們會問就是說 我們要在樓梯間打砲比較好 還是 啊我要瘋了我 或者是圖書館打砲比較安全的樣子 然後欸 對 十點十四分老師 你知道這個時間是非常非常早 這不是晚上的十點十四分 早上十點十四分 你去國中高中演講 他們問你這個問題 會會會 然後問 對對對 他們的確都問這個問題 我要瘋了 然後你怎麼回答 我說 都不好 第一個就是你要講打砲什麼時候 開始可以 就是說 這不是 你的問題要再拉到就是說 我們國家怎麼樣規定 幾歲可以開始有性行為 我們有規定嗎 有刑罰有規定 就是說在那個之前的話 你就是算跟未成年發生 是不是 你說是十六嘛 是不是 是 14歲以下 絕對 他爬到你身上都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國中啦 他有高中一起 好煩喔 14歲的那個小孩 爬到你身上滾來滾來 你都不可以 然後 14到16歲還是會罰的 到了16到18就是 那時候大家 因為我們國家以為那時候都已經可以訂婚啦 所以就是說那時候是 互告 可以互告 到18歲以上才合法 可以 所以我就說 你現在問這個問題 其實就要拉到什麼時候可以 對 18歲以後可以 喔喔 對 對 所以呢 你看像如果是我的話 我聽到我就崩潰了 都不行啊 真的 因為問的是在圖書館比較好 還是在樓梯間比較好 就都不好 對 可是我還是真的有回答他 因為我不能用這樣的方法 他會覺得你沒有回答到我問題嗎 嗯 18歲以上到底可不可以在圖書館 就是公然猥褻罪 也就是說你在捷運上啊 你這樣子很覺得很high啊 然後呢 就開始親吻啊 開始摸的時候 是不是有人覺得被冒犯了 然後呢 這個時候他可以告你 這個時候你就可能要走法庭 因為他可能就是法官就要去判斷 你算不算公然 公然猥褻啊 這些的 所以我就說原來你是告訴他們說 旁邊的人看到都可以去 對 因為你就覺得 勸解不聽嘛 公然嘛 你還是不關你屁事啊 這是我們兩個的事情 這個時候 如果對方人家覺得這是一種猥褻 會引起信譽的那一種 那就 那人家可以告你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告訴他們不管是 就其實是蠻多法律的嘗試在裡面 真的 而且我那天是去政令宣導啦 是負責去講那個 對啦 其實我們 你不覺得嗎 我們小孩都無意中去踩到紅線 他自己不知道 然後呢 我不可以跟老師談戀愛嗎 就老師被fire了 失神戀是不可以的 在我們國家的規定裡面 大學一樣不可以 法律上明文規定 嗯嗎 法律就是在聘約上面有寫 我跟妳講這一切都要 因為是權力不最整 這一切都要怪瓊瑤阿姨啦 哦是嗎 妳有沒有看過窗外 我我我對我有看過 妳小時候總有看過吧 我們會崇拜老師嘛 因為我小時候也看過窗外啊 對啊 所以我跟妳講一切都要怪瓊瑤阿姨 就是實在是那個 失神戀的書寫 小說寫得太美了 搞得很多小女生都嚮往 但其實這在台灣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齁 這個其實就講到了 就是說我們怎麼去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開頭 就是說我們怎麼去跟青少年 青春期的孩子談 因為我剛剛講說 怎麼跟孩子談情說阿 不是我們要去跟他談戀愛 而是我們如何去跟孩子談戀愛 這件事情 對啊 如果說今天一般的父母親 我們大概是聽到小孩子說 哎呀要談戀愛 我們就是 就像剛剛我聽到的是 請問是在樓梯間好 還是在圖書館好 我就崩潰了 真的 整個就壓開 什麼當然都不行啊 搞什麼東西啊 你才幾歲啊 你知道你在幹嘛啊 而且在圖書館 你是不要命了嗎 對啊 我們可能會爆炸 可是老師呢 就可以非常的 非常的這個有智慧的 從拉到另外一個地方開始講 讓孩子從 就不是說 我不是直接反對你做這件事情喔 我同意你有情有欲 有情欲嘛 對 但是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目前其實法律上是有一個規定 大家聽到這個東西還是會有點了解 可是我想問你喔 老師那是因為你是老師啊 嗯 底下都不是你小孩欸 嗯哼 白人的音樂死不掉 對對對 你自己的兩個孩子呢 我自己的小孩喔 其實你知道我們看 我爸那個時候 我爸那時候只要看到那個時候 有性愛的鏡頭的時候 他就人就走開了 然後 很尷尬 對不對 然後那個時候你就有一個人說 性好像是很髒的啦 或是就是 然後是就是 所以我們大家就盡量不要讓小孩看到這種鏡頭 拜託你怎麼可能進得了 所以我小孩子不是那種不看電視 有些爸媽不是不讓小孩看電視嗎 我們都看 而且他們都跟著我看 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第一次知道保險套是大概 幼兒園是在小學吧 他在小學的時候跟我看一個影片 然後看影片的時候就有一個醫生就跌坐在地上 然後他說 媽媽他怎麼跌倒了 我說他不是跌倒 他是太驚嚇 他說他驚嚇什麼 他說他的女朋友通知他說 他可能得愛之病 因為他前夫通知他說 他可能得愛之病 他已經得了 然後要通知他說要去篩檢 他也要去篩檢 然後那個醫生就說 我這麼乖 我都有 我都是一對一 我怎麼還要去篩檢這樣子 然後他就 他就覺得他一生都完了 他那個時候就很打擊 他說媽媽 那這樣我還可以信任誰 等一下你兒子嗎 我兒子那時候他還小 你兒子有智原嗎 對帶小一吧 因為我記得 我記得那個場景是在我 等於是還在台灣 你那時候還沒帶出國去的時候 對那個時候應該是小一吧 然後他就說 而且是那時候一二 就是那個時候真的好久以前 那時候 他說媽媽那我還可以相信誰 我想一想 說相信保險套 天哪我的媽呀 對其實 是吧這句話對吧相信保險套 你對人其實真的是 人是最難掌握的 可是保險套你可以相信嗎 好我為之與色 我打結 才一二年級你就跟他說 你相信保險套 對 但是現在想起來 真的唯一能相信的就是保險套 不是那你那時候講 你要不要示範給他看啊 他又不懂 好 這很有趣喔 他說其實一個人還沒準備好 你又告訴他你真的嚇死他 我舉例說 我們就說 小孩從哪裡生出來 你如果直接跟他講 從陰道生出來 對於小學或幼兒園的小朋友 他嚇死了 他會覺得那個要裂開對不對 所以我在想 你要等那個孩子 他的認知已經發展到了 他有在問 你可以回答他 所以他那時候沒有繼續追問說 保險套是什麼 要怎麼做 他都沒有問 他只是說 那我以後還可以相信誰 我說 有啊 有的 你可以相信保險套 他那時候也太震驚了 也沒有準備好 聽心了 所以這個談話就到這邊結束 然後他知道有一個東西 保險套 就成為了你兒子這一生當中 最信仰的神 就是 他現在已經 他已經27歲了 他已經27歲了 他因為我 我們是談性知識 但是我們不談性經驗 等於說那是人家小孩的隱私 我們是不談的 可是我記得好像就陳怡震 他說媽媽你應該要以我為榮 我說什麼事情 他說我的第一次 就是那時候也沒有預料到 可是時間對了 旁邊也都沒有人 然後什麼都對的時候 忽然就有機會了 彼此對方有願意 我也願意的時候 忽然沒有保險套 他說你稍等一下 我去買保險套 他真的衝到 衝到樓下的那個 那個7去買 然後他說媽媽 你應該以我為榮 因為一般的人就說 可能算是安全期啦 或是不要設裡面啦 或者是說 嗯就怎樣 就是不會啦 不會不會 就是這樣 可是他就說 他那時候 寧可喪失機會 他都要說 你等我一下 你等我一下我下去 所以我覺得 我很以我兒子為榮 真的 這是從小學一年級 就升職在他腦海當中的 如果沒有常常講 沒有 你覺得一個人 可以控制得住自己 那時候已經正在 正在這當中的時候 真的我也好以他為榮喔 雖然我不認識他 真的 那我問你喔 女兒也這樣教嗎 女兒照樣這樣教 你也跟你女兒說 要好好心願保險套 這件事嗎 而且我還給他咧 真的假的 我女兒是 非常非常正式的跟我談過 這件事說 媽媽到底幾歲可以 我想知道 那是幾歲的時候問的 我想知道 高二 他高二問是不是 非常非常正式的問 他說到底 你們大人心裡的那一把尺在哪裡 他真的認真的問了 然後呢 我後來因為 我就是我跟你講 為什麼當父母非常珍貴 父母 你為了當 當了父母 你為了準備他任何問的問題 你要去學很多東西 你如果沒有認為 你根本不會去學 對不對 他問我之後 我說你等我一下 我真的要確定喔 我真的我後一回去想說 我到底怕什麼 我問我自己我怕什麼 因為我這個答案是不是要 要從我擔心什麼開始 我怕他懷孕 怕他被人家強暴 然後怕他犯法 我就想了一大堆 後來我就整理出來 我就跟他說第一個 你不能違法 嗯 那就是18歲嘛 然後他說嗯好 那第二個 你要有能力說不的時候 才可以發生關係 為什麼說不 對不對 我媽媽我就跟他講 因為其實這是一起教的喔 我說一個人的性經驗啊 就是說我覺得吃東西跟你的身體 因為那個都是進到肚子跟 就進到身體裡面的東西 你一定要願意 你如果不願意的時候 身體是會保護你的 他會吐 對不對 對 譬如說你吃東西 你不喜歡你會吐 或者是你像我對 杏仁 杏仁粉過敏 我一聞到就不喜歡 那陰道也是啊 你不歡迎他進來的時候 你身體自然就會縮起來 然後就會縮起來 然後你就會很痛 我說媽媽 這是很美好的經驗 媽媽不希望你痛 所以呢 我希望你願意的時候 身體的腦袋通知你的身體說 喔可以了 你就會很愉快啊 那藉此也告訴他什麼叫做性 性不是髒的 是愉快的 而且要在願意之下 那你要說不 如果你覺得身體整個緊起來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你如果不懂得說不 你會怕失去對方愛你的 他說你拒絕他 他說你不愛我 然後呢他身體 我就說你如果勉強一次 你的身體就會記住那個痛 有點像你被蛇咬了 你下次看到蛇 身體自動就縮起來了 所以我就說媽媽 那為了你好 你一定要有能力說不的時候 你才可以發生關係 然後說完之後呢 我們之間的規則就是 我告訴你性知識 你可以不用告訴我 你自己決定 然後呢 我就 因為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都有社團嘛 然後那時候 他們在義賣的時候 我義賣保險套 然後我那時候拿了 就捐錢拿了一堆保險套回來之後 然後我就拿著那個保險套 要不然你要我丟掉嗎 反正就拿回來了啊 不是他一定有意賣別的東西吧 因為那個是同系社 等於說我們那個是性別的社團 所以他賣這個保險套 保險套 很合理啊 很合理 然後我就 我就拿著那個保險套 然後就貼了一張貼紙鞋 記得媽媽的話 然後呢 我女兒就放在書包了 然後我就再也沒有過問他 就是他到底有沒有性經驗 就放他合 我該講我都講了這樣子 然後很有趣的是他有一天 也沒有太久以前 不知道他大幾的時候 他在他在整理書包的時候 他忽然就撈出一個爛爛的保險套 他說 啊 媽媽這個應該 你看他爛成這樣 應該換一個 你換一個給我 我心裡想說 我說你媽沒有叫你做聖女貞德好不好 我只是告訴你 然後他就說我就還沒準備好嗎 然後呢 然後我說媽媽忘了告訴你 保險套超過期限 會會壞掉 就沒有就對 所以要定期更換 對 那時候你看 我在我在 再完整我都還是忘了 然後我跟他說 尤其保險套 有些男生他會放屁股後面 那個熱 熱會讓那個保險套脆掉 你知道嗎 我就說媽媽忘了跟妳講 我要崩潰了 對啊 我跟你講 所以為什麼學校要請我去講 實在是太有意思 因為你講不出來就我去講嘛對不對 可是你講 你面對你孩子你也講得出來 因為我 好你想想 講不出來是因為我們覺得羞愧啊 而且我跟你說 如果我是你啊 我一定會忍不住 找到機會想要去看一下 他那個保險套還在不在書包裡 你都沒有去看過耶 欸我問你 我問你 發生關於會死嗎 也還好啊 是不會 但你就會想知道 欸對 我跟你講 這個是 我剛剛所講的這個東西 我覺得你剛剛其實 老師已經 各位老師已經幫我們 幫我們前面就已經講了 我覺得他太厲害 就是我都還沒開口 他就知道我們的點在哪裡 嗯 你剛剛就講了 我告訴你性知識 可是你不需要告訴我你的性經驗 可是你知道身為父母 你就會有一種 就是我就是想要知道 所以要回去 你為什麼要知道嘛 我為什麼要知道 因為我覺得 我不知道就很可怕呀 啊怎樣嘛 會怎樣嘛 會怎樣啊 會死嗎 會死嗎 就我覺得我如果他要 即將掉進一個火坑裡面 我可以來得及阻止他 那你知道的時候也已經 他已經發生啦 所以要從更前端 就是他要從 所以前面講了啊 沒有沒有 從更前端 他在開始有喜歡的人的時候 就要能跟你講啊 因為他講的 他只是不講 我們家都是 都是講愛情的 可是性經驗 你不要跟我講 我覺得那是你們家的事情 這樣子 我會覺得那是我小孩的事情 因為我已經教你了 而且說實在 我們家平常都有在講性 對 譬如說 對我剛剛像我講的 因為其實應該說 孩子很小 可能小學的時候 你其實就有告訴他們一些 在他們那個年齡 可以理解的性知識對不對 其實就算不能理解 保險套你都講了 對 反正就是先講 在他腦海中植入 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後面再有機會 再跟他說 看到什麼都講 電影啊什麼 看到什麼都講 那如果你們一起看電影啊 你知道其實現在有一些 不見得他要是限制機 也不用是輔導機 他中間就是會突然間 有一幕喔 什麼 兩個人就疊在一起了這樣子 那如果小孩不小心 你也不知道原本這個電影裡面 或是電視裡面 會有這一幕 突然間有的時候 哇整個人就像變成木頭一樣 被雷打到一樣 不能動你知道 我覺得爸媽都會有這種感覺 就如果你小孩在旁邊的時候 那萬一小孩這時候問說 爸爸媽媽 媽媽為什麼那個男生 爬到那個女生身上壓著他 你就可以跟他講喔說 其實啊男生 我們要生出像這樣 你們那小孩 就要經過這個過程 他說那我可不可以生 你就可以告訴他說 因為小孩的身體很小 還沒有準備好 就像開車 他說你還很小不能開車 可是你不能開車 不代表他不能知道啊 所以你就跟他講說 因為那個要 我們政府有規定喔 他就說啊 一定要你身體夠大了 然後呢會決定了 然後會保護自己啊 因為有時候我不想生 生了我想去玩 可是我要當 我要餵小孩 所以政府有規定要18歲之後 所以你現在還太小 不行這樣子 這樣子其實這麼一講 他就不會說 那我要來試試看 為什麼你只要 大家是擔心說 我只要跟小孩講 他就要越越遇事 你後面這一段也要講啊 就是有關於你幾歲 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大家還是要回去 把法律學清楚喔 比如說 剛剛講18歲才行 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曉得這個 所謂 因為我覺得這好像 不是所謂法律規定 通常都只有說 喔你這樣不行 你要的根據 什麼刑法第幾條 什麼跟14歲以下 兒童的發生性關係 就是 就是 我跟你講 這就是我難過 因為其實我在教育部 有那個就是調查 性騷擾 性侵害的 還有這些案件 我每次去調查 我為什麼後來很積極 趙薇敏演講 因為我覺得都不教我殺之欸 大家不知道 然後犯了法 然後說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我要是講在前面 你不能等小孩 已經踩到紅線了 嗯 你還說不可以 他說我不知道 因為他有說好啊 嗯 所以這個東西還是 還是要找 那當然 嗯 我們今天聊說 談情說啊 那當然剛剛講到這個 性 有關於性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多爸爸媽媽 不知道怎麼開口 怎麼講 其實老師今天也有一些示範 親自的示範 後面我們就要講到 休息一下回來 我們要講到 就心理層面的東西 不好啊 比如說談感情 青春期的孩子 其實是真的就是情慾會出來 我們剛剛可能講到慾嘛 那慾有的時候是情而來 有的時候有一些生理的衝動 可能還沒有情 直接就有慾 但是情這個東西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父母親會很緊張 是啊 比如說就會說 你就是不能談戀愛 像我小時候也有啊 就是不可以談戀愛啊 交男朋友你就玩啊 你就準備去電子工廠當女工啊 我媽以前就很喜歡講這樣 所以那個我那天還在跟我女兒講 我就說齁 我說以前我小時候 婆婆一天到晚就跟我說 你要是再怎麼樣 你要是再怎麼樣 我跟你講 你說就不用讀了 你就去電子工廠當女工 因為在我們那個年代 還有很多那種大型的電子工廠裡面 真的就是做女工 我說現在喔 我們都不能跟你們講這些了 因為已經沒有 沒有這種電子工廠女工 所以 因為上次她一個同學的媽媽 就跟她同學講 你再這樣你就去什麼什麼地方當這個 當這個就是 類似像是打工的這樣子 我現在大概也只有這樣講 但其實我覺得也沒有什麼不好 那也是一份很正常的工作 只要你對的 你覺得對得起自己 你覺得自己是喜歡的就好了 所以這個從以前到現在 當然時代改變非常的多 所以其實我們在對待孩子談戀愛 甚至剛剛老師所說的性行為 這些事情性教育 我們真的都必須要與時俱進 重點是我們必須要接受 就是即便你不談 你不講 你阻止這些事情都還是會發生 他們去大學 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等一下回來 怎麼跟孩子聊戀愛這件事情 他想談戀愛的時候 還有他失戀的時候 你怎麼去陪伴他度過 老師有兩個孩子 他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等一下回來我們再跟老師聊 10點37分 歡迎大家廣告之後 再次回到生活童樂會 禮拜二 親親我的寶貝今天在這裡 教我們如何跟孩子談情愛這件事情 的是國民媽媽郭葉真老師 老師剛剛一來就 我都還沒有心理準備 就非常的勁爆 害我喘不過氣 我們的直播觀看人數 也直接要衝上五百人 可是接下來這一段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談 跟孩子談戀愛這件事情 你自己覺得從什麼時候可以 是要他們 我的意思是說 爸媽我們要主動 還是被動 當他們主動來跟我們問說 媽我可不可以交男朋友 或是媽我可不可以交女朋友 你自己談戀愛這件事情 你自己談戀愛這件事情 你自己會不會去跟孩子談 你自己過去的戀愛經驗 戀愛的故事 那是主動去聊呢 還是孩子來找你的時候 你才會聊呢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 經驗給大家嗎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我們看電視 我們都是一起看的 然後呢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其實就是做所有事情 不是都像階梯嗎 你要搭鷹架 他要爬上去 你不能一下互玩就跳 一下就跳嘛 對不對 所以幾乎是有機會就這樣 那譬如說你 譬如在電視上 看到有一種那種女生 就是就是說 一個換過一個那一種 就是Bitch 就是那個賤女人這樣子 我就跟他們說 我以前也是這樣子 我說因為我啊 我在國中 我從高中吧 然後就交男朋友 就是一個換過一個 然後呢 其實這個名聲 真的是不太好 都你甩人家嗎 這就是很糟糕 就是你剛開始 就很喜歡對不對 可是後來 你過了一陣子 你開始覺得感覺不對 然後就跟人家抱歉說 對不起 我沒辦法跟你繼續走下去 然後下次又看到 同一個YouTube 然後後來你又不喜歡人家 我自己都不喜歡自己這樣 這可能就是在某些人的口中 比較難聽 一定會說 這個人就是見一個愛一個 對啊 然後下次 再罵難聽一點 一定有難聽的 就是花痴 很多 我們小時候 不是常常會有這種說法 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小時候 你自己看你自己的新少年時期 其實是這樣的 但是你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樣 慢慢慢慢長大 就是說其實這個時候 大人可以去問他問題 可是因為我媽媽那時候 我媽媽對我的策略就是 反正你自己去疊 自己去撞 你如果看你總有一天你會知道的 那然後後來啊 我就慢慢 我是什麼時候 終結這個過程 是在念大學時候開始學心理學 開始學 還有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大學都要寫很多行詩 我就開始看到一個模式 我發現我喜歡的男生 都是很會讀書的男生 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我渴望自己會讀書 所以這是一種補償的心理投射嗎 其實你看現在的女生 不是都想要高富帥嗎 原因是什麼 因為自己太矮 然後自己想要有錢 多老公180 但是這個就是合法的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 事實上這就是人 其實經常想借著嫁娶 去填補自己 對 想要但得不到的東西 然而有一個東西 就是那天我去那邊國中講 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是 我們會去喜歡 社會價值肯定的人 可是你的內心 其實是不喜歡他的 譬如說 我跟我一個男朋友說 最後跟他說 我要跟你分手 因為我覺得 他說為什麼 我說 因為我覺得你沒愛心 他說 沒有愛心可以是一個理由嗎 我說 對啊 我覺得可以 是吧 可是我們那個小孩子的時候 哪懂啊 但是你那時候 你覺得那只是一個 真的只是找一個理由嗎 不是 是真的覺得他對人家好兇哦 所以你知道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要找對象要找喜歡的 而不是社會價值的 哦 你如果社會價值的 你自己去賺就好 譬如說你希望有錢 你自己去賺錢 你希望是學霸 你自己去讀書 嗯 可是呢 你要喜歡一個人 他不會酸人家 嗯 他會 你哭的時候 他不會在旁邊碎唸你 那種才是喜歡吧 所以愛跟喜歡不一樣哦 愛會來會走 可是喜歡就俊勇 嗯 所以 嗯 這些是你自己在一次又一次的戀愛經驗 到了大學學心理學 對 發現原來 你其實是在追求一些自己想要的東西 是 之後 你才開始真正的找 你 真正喜歡跟愛 而不是一種社會價值 對 對 然後後來遇到了先生 對 可是後來離婚了 後來離婚 其實這也是 我也是這就跟大家講 就是說 其實有一些事情 在年輕的時候不會發生 我們 我們開始出現問題 是他繼承的遺產 開始變很有錢的時候 才開始出現 那個是年輕的時候 他就是所謂 我們覺得說苦幹實幹的人 可是等到他一拿到遺產的時候 就會變 這個東西是你沒有辦法預期的 然後到後面的時候 價值觀就會差很多 了解 所以那個東西的時候 真的是沒有辦法了 所以我想問哦 就是 比如說你在跟你的孩子 聊戀愛啊 你剛剛的這些東西 你會在什麼時候跟他們講 你印象中 你開始跟兒子 或是跟女兒聊 你自己的戀愛 是什麼時候 常常講啊 因為印象中 反正小時候真的 他們就無所不講 就是反正看到什麼就講 所以其實大家也不用擔心 剛剛有人就一直說 跟女兒聊這些信啊 或是聊這些會不會不太好 好像你覺得他去做這些事情 也沒有關係 或是他去談戀愛 你也是蠻支持的 因為我跟他講的 怎麼不可以啊 可是你看哦 以老師為例 他自己是一直在學習時代 就是一個換一個男朋友 可是他女兒到大學 我女兒他只有高中一個 然後大學一個 因為他該聽的都已經聽完了 他已經他有覺察 他因為他先聽我講了 他知道就是說 可能會發生什麼問題 然後如果真的感覺真的不對 雖然很捨不得 但是還是要分手 然後能夠交往 所以他現在 他不會像我這樣一個換過一 會一個換過一個 是因為無知 可是有人先告訴你了 所以我就說 在國高中都要有情感教育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 我們剛剛在討論 因為我一直試圖想要 幫大家以及我自己 釐清 就是說我們在做父母親的時候 我們到底應該 採取一個什麼樣的姿態 我就會講姿態 就是說 有些事情 你是要主動還是要被動 比如說像郭葉老師的媽媽 她是屬於一種比較被動的狀態 她不會去主動談 頂多你說 她就講過那麼一次 比如說你對男朋友很兇 對對對 我們那時候好像 五專一年級吧 那我的男朋友是大三 然後我就是那個很嬌嬌女 然後就罵人家 因為人家年紀比我大 然後我媽媽會說 這樣子人家會不會沒有自尊啊 你媽就提一句 她就提一下 對所以 所以是因為你的媽媽其實都沒有跟你想 然後但是你還是最終找到了你自我覺察的過程 對對對 但其實如果現在有你 因為你自己當媽媽 你不是這樣 你什麼都跟他們聊 對 所以其實你也會鼓勵爸爸媽媽主動跟孩子聊 對對對 我覺得先講了 像我的小孩 我兩個小孩都是交往過一個 然後現在都固定下來 都是第二個固定 所以就不會像我這樣子 人會這樣一直換 其實真的是因為迷惘 那其實講到後來你跟你前夫分開 因為其實你跟你前夫分開兩個還是朋友 對對對 對那其實算蠻好的 不管是對彼此跟對孩子來說都是好 可是你跟前夫分開的時候 其實孩子還小 對對對 那時候他們幾歲啊 那個時候一個小一一個小三 對那你怎麼跟他們 你是因為你什麼都是開誠不公的 對對對 所以你對他們一樣開誠不公的 就是說我跟爸爸離婚了嗎 還是 那個其實因為我們家的狀況是 因為我那時候出國是 帶著兩個小孩出國三年 所以那三年是沒有爸爸的 然後回來那一年 所以小孩子對於 OK離婚其實會讓小孩衝擊 是因為改變 譬如說 吃飯的方式變了 住的地方變了 同學變了 老師變了 所以其實我們的小孩 沒衝擊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們還是住在一起 我們還是 我們還是在同樣的學區 那所有的生活通通都一模一樣 所以他們一點都沒衝突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沒有在他們面前吵架 所以他們根本沒差 然後後來因為我到新竹教書 他們就跟我去 那我跟我前夫協商是說 小孩最大利益為原則 就一到五 因為我比較會讀書嘛 那就一到五我看功課 那我前夫跟他女朋友就是非常會玩 所以六日就他帶 其實很好的分配啊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好好協商 那小孩子根本沒有痛到 真的嗎 他們大了之後 你真的有跟他們聊過 這件事情對他們有多印象嗎 那我講一個啊 我前夫婦跟我說 媽媽我們再結婚好嗎 我說 說那假的什麼時候啊 常講嘛 媽媽我們再結婚好嗎 我就說 可是我說我現在不愛你了 所以沒有那個愛就覺得不用結婚了 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 把他說說我們在結婚 我們兩個在結婚 他說 喔媽 那個貓跟狗不可以放同一個籠子 你們還是不要結好了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很守紀律的人 我很自律 那我 譬如說我今天來你的節目 我一定是半個小時前就先到 免得任何事發生 我前夫是滑壘型的人 然後所以其實我們用錢啊 什麼都不一樣 所以孩子其實也大了 也了解 他們其實好小就知道 而且說這句話的時候 他們都還算小 都已經國小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蠻難 因為我們其實曾經在節目裡面 曾經有一集 有一兩集聊過 就是父母親離婚對孩子的影響 大部分聽到的 其實影響都是比較負面 所以能夠像老師這樣子真的很難 不曉得到底是哪一個環節 就是那個 你怎麼看他就怎麼看啦 你怎麼看離婚 他們就怎麼看離婚 真的嗎 真的啊 比如說你怎麼看離婚 我就覺得說那兩個人如果說沒有辦法更好 而且就是生活差那麼多 譬如說你就是要把全部的家產都砸下去 才能夠賺比較多的話 我沒辦法 我覺得我沒有安全感 然後這個這一點不合 那就是我們就說 就像公司也會拆火嘛 所以我是這樣看 所以小孩就這樣看啊 所以你在離婚的當下 因為你剛剛講到很重要一點 你們沒有在孩子面前吵架 然後你也沒有哭哭啼啼 沒有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因為如果今天爸爸媽媽吵架 媽媽哭 然後他們會感受到傷悲傷等等 會知道說這件事情 也許我不懂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 但我看到了有人吵架 我看到有人哭 我感受到了傷心 所以就會在他們的心裡留下一個陰影 是的確是這樣 也就是其實我在這個過程 因為我們離婚大概拖了兩三年吧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不斷的去思考離開是什麼意義 所以其實我那個悲傷 那個難過 並沒有在離婚那個當下就是爆發 就是其實我一直在釐清說 兩個人在一起 那大家都會往不同的方向走 這是罪惡嗎 如果說兩個人在一起生活不一樣 不能變更好 那在一起的意義是什麼 我已經想過一輪了 所以離婚的當下是沒有很難過的 我覺得很難 但是這真的 這又是另外一種自我覺察的過程 就是說當很多大部分的夫妻在離婚的時候 其實都是帶著非常多的情緒 而且會拉小孩做同盟 對 可是因為你們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你們的孩子到目前為止 其實他們對於感情對於婚姻是沒有恐懼的 他們沒有恐懼 他們現在就是兩個都很固定啊 我覺得這很好 老師你一到處講課 你講的課五花八門 真的 有包含這樣的課程嗎 我覺得其實很重要 就是離婚嗎 對啊 我以前在大學教說我教婚姻的時候 他們說老師你自己離婚你憑什麼教 我現在想你們才賺到了 我跟你講我離過婚 其實我就是結婚離婚然後怎麼樣共親職 怎麼樣跟爸爸的女朋友也是好朋友 怎麼樣分工這些我們都 說我都可以講 大家知道在歐美國家超過六成是從組家庭 超過六成台灣我不知道現在到底幾成 我記得我們上次看到是說離婚有四成 四成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很 這個為什麼要去談這件事情 或是要把這件事情圓滿處理好 其實不只是關乎到大人 真的關乎到孩子 從老師的故事裡面 我們看到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發展 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說為什麼講談情說愛 我其實今天很不好意思 我之前也請製作人問說 我可不可以聊問老師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這個東西其實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說 你看起來好像是一個非常正常 爸爸媽媽都很好 也沒有離婚的家庭 可是他還是對於感情的 或是對於婚姻 他不見得非常的順利 或是他不了解 這個東西真的跟你父母親 有沒有離婚 其實不見得是有直接的關係 是看你們用什麼樣的態度 不管是去看婚姻當中 或是看離婚件事 對 這個東西我今天學到了 老師你再做一下 因為我還有東西想要問你 等一下回來 我想要問老師 因為老師還會教學生 怎麼跟爸媽說 我媽我談戀愛了 是是 或者是跟另一半吵架要怎麼吵 太好笑 可是回來時間很短 我們看來不來得及講 好休息一下 然後回來 10點54分很快的 我看大概來不及講兩個東西 直接先講 你怎麼教孩子 跟爸媽說自己談戀愛了 嗯 我很多小孩子為了得到自由 他是用隱瞞的 對啊 對啊我好怕這件事情 我一直都覺得只要他肯講 就OK 對 問題就在這裡了 我只要他肯講就OK 然後等他講的時候 我就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我還在 我還 就是我已經在做 就是這樣 對啊 可是 所以這個東西 你怎麼跟孩子講 因為孩子會怕嘛 對不對 對對對 那你跟孩子是怎麼說 我是跟他們講 就是說 就是說他覺得說非想不可 他覺得他不想要隱瞞 通常都是那種 很愛媽媽的孩子 他不想要隱瞞媽媽 那他就會 我就他就會 我就跟他 就直接跟他講說 媽媽我有喜歡上一個人 我有喜歡上 然後就看媽媽的反應 媽媽說你那麼小 然後就說 那你就要複數你媽媽的話 要複數 他說 對啊 看起來我好像還小 媽媽那你擔心我還小 會發生什麼事 問他問題 也就是說 你不要去反駁你媽媽 你爸爸 你問他問題說 你媽媽說 你那麼小 你就同理他 對啊 媽媽你覺得我很小 那我很小會怎樣 然後他就說 你這樣會被騙 然後就說 媽媽你可以說說看 什麼可能會被騙 像我以前也被騙過 那你擔心我被騙什麼 什麼部分 好我懂 也就是 絕對不反駁你媽媽 我覺得這個東西 反過來 給所有爸爸媽媽 對 反過來 當孩子跟你講的時候 順著他的話 不要去指責或反駁 或是否定他 對 媽媽我喜歡上一個男生了 喔 複數他的話 你喜歡上一個男生 這是什麼樣的人呢 這樣對不對 對 你怎麼怎麼那麼利 你怎麼那麼利 啊